大家好,我是亥犬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收集攻略 接着要打开地图 来到祝梦边境传送到家族建设局 传送过来以后呢 首先往西边走顺来 你们赶紧下家族反应 走来以后呢 左转在这个镜子上面 就是第211子 然后回头 这里宝现在是第54 溺水的我 此刻充满了连改 接着回到传送点 然后在传送点这里下楼梯 一直走到最下面 那个叫克林 现在也要用能左转回头 这边是第55 然后还是传送回家族建设局 传送完了以后呢 首先往南边走 原本觉得 然后穿过一条很长的过道 接着走到最下面 然后再回头 这里有一个调查点 在房子的顶端 这是第23子 然后点启动 接着走到桥对面 这个宝箱是第56号 然后再过来点回收 然后继续往里面走 在分叉路口这里左转 下方是一个打乖的宝箱 这是第57 然后再原路返回 还了以后呢 首先往南边走 这里点操作 然后再点一下移动模块 这样就可以走到对面去 走上来以后呢 来到断桥这里 我们向右边看 然后再右转 这里有个楼梯 我们点一下吊场 这里是第24只小鸟 然后以后呢 再继续往西边走 这个宝箱是第58 然后再传送到 祝梦广场 然后前方这里也是第59 然后右边 这里也是点操作 然后旋转一次 让它通向左边 然后再一直往前面走 接着下一个楼梯 保安怪物 这个宝箱是第60号 也就是上品 接着再往回走 然后继续往东边 这里走下来点哈鲁变身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点异技能 这里是可以看到怪物的攻击范围的 然后往前面走 首先做火箭 做圣来 删了以后呢 再回头 继续往西边走 这边还有一个火箭 删了以后呢 首先 我们先要躲一下 先等蝙蝠往前面走 然后再快速的跑过去 这边还有一个火箭 如果被发现了 我们可以躲到箱子后面 然后就可以传送了 传送上来以后呢 这边是第61 然后回头 再做火箭下篮 下来以后呢 先是躲在箱子后面 先躲开一下攻击范围 然后再快速的往西边走 这边还有一个火箭 删了以后呢 可以看到一个罐子 我们点吊场 将它推下去 然后下方的怪物 就被打晕了 然后再做火箭回来 这个宝箭就可以开呢 这边是第62 然后继续往西北方向走过来 这边是一个拼图 首先第一个 我们放到最左边 然后第二个 再放到最右边 接着第三个 放到左下方 第四个 再放到右上方 然后第五个 放到左上方 第六个 放到右下方 第七个 放到左边 第八个 再放到右边 转一下 接着第九个 我们放到右边 转三下 然后第十个 这边转两下 这个宝箭是第六十三 看完以后呢 首先回头 然后再点变回原样 变回来以后呢 再继续往西边走 走上楼梯 再左转 这边点修复 首先 蓝色的 撞三下 然后蓝色的 撞两下 再将镜子 往右边挪 这个宝箭 是第六十四 看完以后呢 继续往西边走 再回到传送点附近 这次呢 还是来挪动机关 点操作 旋转一下 让它向右边 然后一直往上面走 走上来右转 这边有一个灯牢 然后点吊床 然后点吊床 这个小鸟是第六十五 卡开 然后继续再往南边走上楼梯 算了以后呢 右转 来到角落 这个宝虾是D65 接着再继续往东南方向走 这边直接点启动 然后飞过来 就是D66 接着继续算额踢 然后左转 这边有一个闹钟也顺来点修复 首先蓝色的转两下 再将黄色的往上面挪 然后黄色的继续挪到顶端 蓝色的转一下 接着将镜子往左边挪 这个宝箱是D67 然后走上来 再继续往南边走 点一下往下一桶 首先选第二个 然后再选第二个 这个宝箱是D68 接着回头东北方向 这里是一只小鸟 这是D26 好 来来 然后继续往西边 走下来 然后左转 这里上了D 就是一只风马 打完这里也是D69 然后继续再往西边走 点一下启动 这个宝箱是之前做任务会经过的一个宝箱 这里也是D70 然后再走到最左边 这里点操作 然后再移动 这下面是D71 然后再走出来 点回收 那这集先到这里